議員質詢炮轟 興出寡婦樓杜根案 應該要凍結程序 因為寡婦樓杜根的招標 曾經涉及行賄舞弊 請法院一審判決有罪 市府應該明確表達跟建商解約 不應該將責任推給國防部 市府表示有受到國防部來函 但這個案子是國防部委託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罰包 並非市府全責 議員質疑市府是否打算用拖延戰術 最後讓程序繼續進行 假設最後節約成立 每次開會的誤餐費以及出席費 就是一筆無用的龐大支出 不只寡婦樓引起關注 新竹副市長的職缺空了超過80天 議員也引用柯文哲的發言 如果當副首會監督政的 安逢找前康明當副市長 可以強力監督高鴻安 諸多爭議讓議會被詢炮聲融融 三天新聞張浩宇黃正傑新駐唱報導